嗨,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 今天给大家介绍十种最厉害的吸血动物 第十名,吸血雀 吸血雀又称尖嘴地雀,食掌雀和慧雀 仅分布于厄瓜多尔本土的加拉帕哥斯群岛 它们最初与加拉帕哥斯群岛上其他海鸟食共生关系 主要帮助其他海鸟寻找身上的寄生虫作为自己的食物 但是由于会捕蜂里经常在寻找寄生虫的时候导致对方流血 然后发现血液比虫子更美味 久而久之,它们最终进化出了这种吸血的习惯 第九名,牙迁鱼 牙迁鱼是生长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淡水鱼 由于通体透明,所以在水中很难被发现 平时它们靠寄生生活,通常是钻入大鱼的腮中 用其勾住鱼腮,然后吸食鱼血 需要提醒大伙的是,牙迁鱼是当地人最恐惧的鱼类 因为它们对体液极其敏感 一旦感测到有人在水中活动 便会想方设法迅速钻入人体 然后吸食血液,甚至试吃人体组织 除非动手术,否则牙迁鱼不会钻出人体 第八名,西塞曼 西塞曼又称巴姆曼,七星子和僵尸鱼 虽然样子丑陋 但西塞曼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3.6亿年 出现在恐龙之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 它们嘴部呈圆筒形,且没有上下额 口内有锋利的牙齿 通常会将嘴部吸附在其他鱼体身上 再用牙齿搓破鱼身 吸食其血液与肉体 一般而言,西塞曼不会在一个猎物身上花费太多时间 可也有些专一的西塞曼 它们会将宿主吸食到只剩骨架 场景可谓触目心惊 第七名,水质 说到水质大伙都不陌生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马黄 全世界共有300多种水质 我国就有100多种 主要分为西塞曼黄和非西塞曼黄两大类 平时常见于稻田、沟渠、浅水、污秽坑堂等处 实习人畜血液 行动十分敏捷 虽然它十分恶心 但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其干制品泡之后中医入药 需要治疗中风、高血压、轻淤、密经、跌打损伤等功效 第六名,吸血鹅 吸血鹅与其他飞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其他飞鹅喜欢吸食无际炎含量高的液体 而它们喜欢吸食动物的血液 并且会主动攻击猎物 刺破皮肤吸食血液 其中也包括人类的血液 不过基本上都是雄性吸血 雌性不吸血 雌性只吸食植物质液为食 据动物学家分析 这种能力可能源于它们祖先吸食果汁的习惯 第五名,臭虫 臭虫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 总共有74种 但绝大多数寄生于蝙蝠与鸟类 平时它们主要以人类与温血动物的血液为食 基本上都是夜间活动 使人不能安眠 臭虫在盯养人后会将唾液注入人体 释放一种扩张血管的刺激物质 从而引起淤点或遭痒 可使皮肤敏感性较高的人出现局部红肿 痛痒难忍 而在非洲最为严重 不少人因臭虫吸血 诱发心脏病和感冒等病症 第四名,跳蚤 跳蚤的知名度就不用多说了 平时它们主要寄生于哺乳类或鸟类动物身上 在人体猫和狗的身上最为常见 其成虫可以12个月不吃不喝 一有机会便经由吸血来获得养分 虽然个体很小 但是一只跳蚤成虫一天可吸入相当于其体重15倍的血液 如果长期被跳蚤寄生则会导致凭血性疾病或依靠血液传播的疾病 所以如果家里有跳蚤一定要记得买杀虫剂哦 第三名,皮虫 皮虫俗秀称病狮、牛狮和狗斗子 种类多达800多种 基本上分为硬皮和软皮 但无论何种时期 其幼虫、弱虫、成虫都以吸血为生 所以此虫在产卵后就会干死 而熊虫却可存活5-6年 有的种类寿命更长达数十年 硬皮多在白天清洗宿主 吸血时间较长 一般长达数天之久 而软皮多在夜间清洗宿主 吸血时间较短 一般数分钟到一小时 这里需要提醒大伙 在某些地区的皮虫 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汉坦病毒 发病后如果不及时医治 6-9天后便会死亡 第二名,接吻虫 接吻虫原名南美追春 它的名字听上去很浪漫 可事实上 它却是全世界最可怕的谋杀者之一 是恰克斯病的传播者 此虫通常选择人的嘴唇 作为吸血目标 其携带的寄生虫 可使追虫由伤口进入血液 会在心脏大量繁殖 最后使人心理衰竭而亡 据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数据统计 目前全球约有800-1100万人 感染了接吻虫所导致的恰克斯病 此外还有高达1.86亿人 存在感染风险 第一名,蚊子 蚊子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吸血动物 全世界有3500多种蚊子 其中6%的蚊子会吸食血液 不过熊蚊子不吸血 而雌蚊子在交配后必须吸食血液 其卵子才能发育成熟 所以通常咬人的都是雌蚊子 另外在所有动物中 蚊子属于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致命杀手 因为现在已知的80多种疾病 都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常见的疾病有瘧疾 流行性乙型脑炎 登革热等重症疾病 虽然这些病症多发生在非洲地区 不过在夏天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